我们在一起两年半了 他总是因为他所谓的工作 对我若即若离的 毕业之后 我肯定是要以我的工作为主 开始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但是呢 我现在工作越忙 他越是想让我陪他 他也不是他能理解我 跟学校他的时候 他不在 不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是来指手画脚 对我特别地抠门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呢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陈 23岁来自天津自主创业 女嘉宾小陈 来自湖南21岁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好 主持人 咋认识的 我们在大学里认识的 是大学同学还是什么情况 他是我学妹 比我小了两届 谈了多久了 两年半了 已经毕业了对不对 对 自主创业 那个自主创业创的是啥呀 我现在做的是 跨境电商 就等于是在国外开这个网络店铺 跟海淘相反 我们是把这个国内的产品 卖到国外去 还挺厉害的 为啥来呀 因为我们之间存在很多矛盾 然后我们也经常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视频大吵大闹的 比如说我是在酒吧吐唱兼职 然后呢 男方说实话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但是 但是呢 他还要反对我的坚持工作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我去辞职 这话你可以直接说一点吗 我挣钱你不挣钱你别人管我 不就这意思吗 对 你可以直接说怎么回事 兄弟 是这样 因为他现在在的那家酒吧 工作环境不是太好 每天到晚上12点多才要下班 然后客人也总是有一些酒鬼 不是哪个酒吧里面没酒鬼 不是只有酒鬼才去酒吧 就是他这边比较严重一些 像之前他在工作的那几个 就是要不就是西餐吧 或者就是一些净吧 然后不会像现在这一家酒吧 问题那么多 这不是很正常吗 就是我跟您说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我在酒吧唱歌 然后有一个客人呢 出于对我的欣赏 就给我打了挺多小费 然后我就出于礼貌 我就得去给他敬杯酒 然后他们又给我打了小费 我就还是得给他敬酒 然后喝着喝着 一不小心喝多了 然后我就赶紧给男朋友打电话 说叫你来接我 然后呢你来是来了 但是你的态度 根本就没有离我酒吧老板 还有员工不说 你明明认识他们 然后还气双双走向 我直接拉着我就去门口 数了我 这也不能怪我 他当时就是跟客人喝了挺多的 我就赶紧给他拉出去了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说我没有去 和你这个酒吧老板 或者是你们酒吧同事去打招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你身为酒吧老板 你首先你要保护你员工 在酒吧工作的安全 你自己酒吧助唱歌手 让一帮醉鬼拉过去喝酒 你这老板是干什么的呢 我当时已经很给他留面子了 我没有过去跟你们老板吵架 这已经算是很不错 当时我真的一直在忍 我我理解 就是我要像你这么大岁数 我也这么处理 但是到我这个岁数 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 对 我要是你我去了以后啊 首先跟那位大哥得敬一杯 就说谢谢你老来听我女朋友的歌 对 我女朋友不能喝酒 我带他敬您一杯 你要给外人传递一个信号 我是在乎他的 我是爱他的 否则你这个行为传递的是另外一个信号 我明白 给别人可乘之机 知道吧 如果真爱是关照自己的爱人 而不是在他很难受又喝多了酒 没有办法要应酬客人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去跟他发火 他心里多难受 我明白 建议一下啊 建议一下 我懂我懂 但是你那想法是对的 我二十多岁我也这样 你也得理解他 人家小 血气方刚 其实还有一件更加令人气愤的事情 你说 那就是我有一天 跟我小姐妹她们出去喝酒 我们去那种比较热闹的酒吧 然后我们红酒 羊酒 啤酒都喝了 然后我就感觉 顿时感觉我不太行 我赶紧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跟我说 不行 我工作太忙了 我来不了 你这个还是你是惯犯啊你这个 不是 我是以为你工作没办法了 你非得喝在那个场合里面工作 你没办法了 你是喝酒惯犯啊 不是 我真不是 老师 我 你没什么事 你跟朋友出去 就你们这些小女生 你们烂喝什么呀 还皮的 羊的 红的 你疯吧呀 没有 老师我解释一下啊 因为那天 解释什么呀 一帮女孩子瞎喝酒 为啥不去啊 不怕出事啊 是这样 那天就是我工作太忙了 我那天就是已经忙了 两个通宵都没喝眼 然后就是饭都没顾上吃一口 那他跟我说 让我接着 我实在是抽不开身 并且他朋友也在嘛 我说你既然你朋友也在 你起码能安全回家啊 不能相信那些朋友 指不定一个个喝成什么样子 是 是 是 对 咱别喝酒了行吗 姑娘 行的 因为我平时其实也不怎么喝酒 但是因为我喝酒的 我想的是我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可以来接我 然后我那些小姐妹 也都有男朋友来接 但是她没有来接我 不是 你们没事 你们小姐妹喝什么酒呢 我就没弄明白 因为平时学习啊什么 然后我助唱工作压力也挺大的 然后我们就去 助唱还没喝够 自己还在酒吧惯点 这可不好 现在我理解了 我一开始还批评她 我想可理解你了 你小姑娘家家老喝什么酒 不要再喝酒了 行 还有什么委屈 你说吧 就是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一睁眼看手机 我男朋友都没有给我发过微信 关心我一下 主要是这样 因为当时我工作真的已经忙到了 不可开交了 我当时跟你说没说 我说的你到家给我发个微信 告诉我一声 然后她说她到了 然后我就当时就忙着我的工作了嘛 你说你忙 但是你这些年你能忙啥了 你没有什么收益不说 基础所这年还赔了不少钱吧 你为什么做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 她根本就没法理解我 我整天因为工作 我怎么不理解你 我现在新的项目 我整天因为工作 我会忙到很晚很晚 每天基本上就是 等我从电脑前一离开 我一看窗外都天亮 然后有一次是这样主任老师 有一次是她跟我说让我去找她 那天我工作特别特别忙 我跟她说我忙完了的话我就去 结果当时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解决完解决的都天亮了 我就没去 然后她就跟我急了 你明明知道你来不了 那你为什么之前要答应我呢 我没有答应你 我告诉你 我说如果我忙完了我会去找你 你不是这么说的 你明明说的就是你一定会来的 你喜欢吃红烧鸡吃我给你做了 你喜欢吃牛肉粉 牛肉给你炖好了 我还特意在网上给你买了鲜米粉 也有保质期的 你有想过这些东西 我的辛苦怎么办吗 我又不是说以后就不去你那儿了 我忙完了等我不忙的时候 我再去再去吃呗 你冻冰箱你放两天呗 还放两天我已经都给到了 我给狗吃都不给你吃 你看这没法聊 平常不加班的时候 偶尔出来的时候陪你的时候 好吗 也不怎么好 他虽然工作这么忙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什么收入 然后呢 他连我二十岁生日 礼物都没有送过 在我们家那边 二十岁的生日是比较重要的 我也跟他说过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送给我 你二十岁生日应该是两年前 那会儿是我刚刚开始创业 那会儿我已经难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那会儿我的公司 开在了一个就是产业园里 那里面整座楼没有暖气 然后呢 冬天就得靠这个空调取暖 电费非常贵 我当时就为了省电费 连空调都不舍得开 带了好几件外套 在自己公司里去缩着 当时是这样一个状态 并不是说是不送你礼物 怎么样 因为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你有多困难呀 你有那几万块钱 买设备的钱 难道你给我买一只 玫瑰花的钱都没有吗 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一个是我用来去创业 算上是我启动资金的问题 一个是给你送礼物的问题 这两个你不能混淆到一起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 对不对啊 她有点抠是吧 她真抠吗 还是像她说的是 因为她困难啊 她在有钱的时候也特别抠 她不光对我抠 对我闺蜜也特别抠 对你闺蜜抠倒是对的 她要对你闺蜜不抠 还出事了呢 你说她怎么对你闺蜜抠 就是有一次 她发工资了 请我去吃饭 然后呢 我看我闺蜜这个附近 我就叫我闺蜜一起来热闹一下吧 好家伙 我们饭都没吃完了 还在谈笑风生了 她就突然来一句 这饭咱们AA吧 这让我面子多挂不住呀 关键是 是这样的情况 我当时有了一点收入了 我挺高兴的 我请你去吃饭 咱俩去吃饭 你喊你闺蜜来干嘛 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人多不热闹一些吗 那是你觉得热闹 你拿一个电灯泡 蹭吃蹭喝 那叫什么事儿 她又不是没请过你吃饭 我请过她多少次呢 这不是一个道理啊 主持人您看 她每次都是这样 我说一句 她说了很多句 弄如我没道理一样 是是是 你当时闺蜜把钱给了吗 她跟她闺蜜都给我 但是回去跟我非常不高兴 就跟我说这个事儿 不是 她的钱你也收了 她当时也在跟我赌气嘛 就把这钱也废得要给我 你知道我闺蜜 在背后怎么说你的吗 她能说我什么 不是为了挑拨我们关系 而是因为你是真的 真的非常伤人 她还为你哭过鼻子 你知道吗 她跟我也 不是 她为我哭 别哭在哪儿 我惹她了 我招她了 你当然招她了 我学舌的话可能没啥用 主持人 我这儿有一段 我闺蜜跟我发的语音 等等 等等 你闺蜜不会是爱上 你男朋友了吧 不可能 那怎么会为一个男人哭呢 因为她做事真的特别伤人 听录音 听录音 很好奇啊 就这男的你赶紧跟她分手吧 现在就谈着恋爱啊 就那么计较 小青眼 你说你们以后还过不过日子了 而且还有啊 她又不跟我们住一起 她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她又不住这儿又不套钱呢 还可能算计着 我们怎么怎么交电费 交水费的 真是无语了这个人 还有啊 搬家也是 我作为你的朋友 这搬家就搬你东西 搬我东西 要死要死的 说自己腿痛腿痛 还有啊 每次说要来找你 还让你给她买酒 我还给她叫车 干啥呢 请大爷来做客了 你说谈恋爱就这个样子 你结婚以后怎么办呀 那不天天给你算计 那孩子尿不湿啊 奶粉心 那不还得 哎呀 真是 首先啊 我先声明 第一点 她说什么水费电费 主任老师是这样一个情况 她跟她的闺蜜 合租 但是她闺蜜还带着一个室友 等于是三个人 她 你说 我说点啥好 我这是为你好 你知道吗 你平时 他们两个人花一份钱 你一个人花一份钱 对吧 我是为你好 你知道点好歹吗 关键这个问题 你以为你是为我好 那没事 那您爱咋咋地 我呢 以后这种事我不管了 好吧 这是我的错 第二个问题 是我搬家的问题 我说清楚 搬家的事 你的东西我搬 她的东西 你敢说我没搬吗 你拍着良心说 你敢说我没搬吗 四十斤的狗粮 我一个人从那边扛下来 我又给扛上去 是不是她的东西 她多少东西我再搬 你不是不知道 我腿上有伤 现在你跟她一块过来说我来 我知道是知道 而且当时我也表示了 关心你 但是你就不知道 在我闺蜜面前表示一下 你有多难受 你告诉一下她 你就不让她多想 我告诉她 她听吗 我不是不知道 她在楼下说了什么 那些搬家 她听了 她不听 如果你告诉她的话 她也不至于在楼底下 吹着冷风在那里 掉眼泪 我后来告诉了吗 我后来告诉了吗 她还觉得她多委屈 没错 她是你的朋友 我帮她 我确实应该帮 但是你不能拿这件事 当作来道德绑架 我的一个说辞吧 行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酒 大爷 怎么回事 是这样 是我去她那儿 每次就是去的时候很晚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楼下有小卖部 你帮我买瓶啤酒 我再泡个面 然后因为我肯定是工作 在家也没吃饭 然后吃完饭跟你聊一会儿天 然后我再回家继续忙工作去 我让你帮我买个酒 买个方便面 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我一天没吃饭 我就为了找你聊天 聊那两三个小时 我自己再回家 我屠杀我 还有别的妈的丫头 还有的 还有 她虽然对我 跟我闺蜜 那么抠门 但是呢 她对别的女人 又特别大方 有 就有一天我去找她 我无意中听见她 在跟一个女人打电话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我就想着 打完电话 那我再问她是谁吧 谁知道这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等她挂完电话我就问 谁呀 她说朋友怎么了 然后我赶紧把她手机夺过来 我去翻她跟那个女的聊天记录 好家伙 前前后后一共转了有七万多块钱 首先第一我声明一点 这个女的真的是个朋友 或者是连朋友都算不上吧 仅仅是一个生意上的合作活动 我又有必要打电话打这么久 转钱转这么多吗 我当时不是没跟你说过 这笔钱当时是 她自己拉起的一个投资项目 她在山东要做一个 半导体的加工厂 然后呢 我说我手里还有点钱 那我就跟你投一下吧 因为这个女的也是 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然后呢 我就跟她合作那么一回 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 也是因为 就是真的是有事 真的是那边出了一些情况 然后给我打过来了 这种情况不止一天两天 是啊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能跟她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吗 有投资协议吗 有 都有 包括聊天记录都有 我也不是没给她看过 据我所知 你在这投资项目里面 有不少的钱是帮助她 美其名曰帮助她的 帮助是后来的事 是因为最后 她那边出了点问题 然后差了我个两千多块钱 然后呢 我就说既然你拿 我也就当帮你吧 这钱我也不要了 仅仅是这样 你说两千五百块 这样就算了是吗 就不说两百五十块的礼物了 她二十五块钱的礼物 都没有送给过我 关键是 我既然跟你在一起 我想的不是说跟你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我肯定是想的是 给你以后的一个生活 我也可以现在 我把所有钱都花给你 我都没有问题 我为的是以后的生活 你们俩今天来的目的是要干嘛呀 化解矛盾 这还有必要化解吗 我对她还是有信心的 啥信心啊 我觉得她也许还会 我都没信心了 你知道吧 这这这我 我听得我都寒了 就是我看不到 你对一个人的这种好 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反正这个爱情 我越秀越不对 我不知道老师们什么感受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先说一下我们这位那个男士吧 情节是好的 对 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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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较计较钱 南方问题比较多 我们后边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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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时间也没有 可以啊 他在和你难能可贵地 相聚的时候尊重你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喝桌的时候 他来接你 他就得来接 因为他平常陪你太少了 但是在这些 关键的时间节点上 他也没有付出啊 所以你在他心中 有多少的位置 你不清楚吗 你在啥啥等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去看清楚 就是有时候不是说 他说什么 而真的是要看他做什么 来找你聊天 你给他买好酒啊 这是爱吗 二十岁生日没有礼物 不是说我们过生日 一定要礼物 但是难道不应该吗 是 这是男生应该表达一下 爱我的这种心意什么的 对呀 你自己也知道 他都没有表达 是为什么 你想想着背后 他忙 忙是理由吗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去好好想一想 大好的青春年华 是不是应该放在他身上 信任这样一个 我看起来 不太重视你的男人 男生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啊 他就是你工作忙了 闲鱼的一份调剂而已 其实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 其实我要说的 我之所以现在这么拼 这么去忙 其实还是为了他 你拼 你得了吗 你为了他 你是为了实现你心中的 价值和追求而已 我跟他聊我很多次 还是 你不要把自己说那么高大 我觉得人可以有 格局大和小 不是所有人都大格局的 但是格局小 也可以有真情意啊 你格局小也应该在 和他以及闺蜜吃饭时候 愿意去更多地付出 为了他高兴 你就不能为了他的喜欢 而去稍作调整 成全他的喜欢吗 其实我这样说吧 我并不是拿他当作 一个女朋友还是怎么样 而是拿他当作一个家人 就是我觉得 比如说就是 一个家人很简单的一件事 我跟他聊过这个问题 他理解不了 他跟我说他就浪漫 你有没有把他当成家人 你不用说我 还是那句话 姑娘 不要听他说什么 看他做什么 真正家人是这样 你爸对你妈是这样吗 不是 所以你不要给自己 扣那么大帽子 这个阶段 没一心思谈恋爱 或者这个姑娘 没有点燃你的激情 那咱就好好去工作 对吧 你爱没黑没白的 不吃不喝的 那是你的事 对 对吧 你不要拖着一个 单纯的小姑娘 拿这个忙来搪色人家 你好好忙事业吧 谢谢 谢谢阎老师 你真是想把他当成 家人一样对待 是吧 你这不是用家人 来表达我对他的爱 而是说用家人 这个名词来套住他 谢谢 我在外头 我没有时间陪你 都是为了你 我转那七万块钱 我不告诉你 我也是为了你 所有的理由都可以说是 我是为你好 包括你在醉酒的时候 和你和客人发生矛盾 是为他吗 是 为什么同样 也是喝酒之后 让你打电话 你却不来接呢 只不过你觉得 他是安全的 是吗 面上是你是为他照相 实际呢 你在为自己的感受 照相 如果他说 我还是跟客人喝酒 我不行了 你还得过来 因为你怕自己的 所谓带引号的家人 受到伤害 而最终伤害的是你自己 我们俩在一起 如果我们像 真相各位老说 那么多的问题 也不可能坚持两年半 你想说明什么 你并没有错 对不对 我不敢说我没有错 但是我会正视 我自己的错 当然我也会 我也会说他 请你拿出行动来正视 而不是通过你的嘴 我尝试过改变 我尝试过很多次 但是 结果 结果只会更适得起法 为什么 因为他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看看自己做了些什么 你哪有精力 哪有这个心 去向一个女孩 去多关注他呢 当一个女人在计较 我的生日时候 你是不是给了我 玫瑰花 我生日时候 你是不是能记住的时候 可见 他的那个男朋友 或者是爱人 已经忽略他很久很久 要关怀的女人 是最可怜的 那悲哀的是那个男人 如果你还是没有 正视自己的问题的话 他一定会离开的 女生啊 你可能是不想让我们知道 你会喝酒 或者你喜欢喝酒 因为你没有可喜欢的人去依靠 你的那份情感的投入 你不能投在他身上 因为你接不住啊 他总是不在你身边啊 他心里没有你啊 所以你只能找闺蜜嘛 然后用酒来麻醉自己 但酒是最让人短视的一种行为 你不能借酒来弥补自己 和他之间的空虚 你要真是 内心是空虚的 跟他在一起 有他没 他是一个样 有他会更痛苦的话 你看他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你是不是现在忽视了 你女朋友的感情和感受 你有没有忽视 有 那为什么不承认呢 叫什么劲呢 彼此没有理解和尊重 谈什么爱啊 在这段情感当中 双方没有理解彼此 在这段情感当中 双方旨在用自己的方式 想跟对方谈一场恋爱 男生你不要再拿创业为借口 不要再拿给他 未来美好的生活为借口 去冷落他 忽视他 请你关注现在 关注当下 好吧 谢谢两位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跟你在一起两年半了 我真的非常珍惜这段感情 但是你最近对我的态度 对我的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越来越失去了 对这段感情的信心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会不会对我 多一些在乎呢 你也知道两年半是这样 之前两年一直都很好 自从这半年 我一直就是直线下落吧 无论是生活经历 还是怎么样也好 确实是让我可能是 压力更大一些 还是怎样的 咱们两个都有自己身上的问题 我承认我也没有理解你 你同样你也在用你的方式 来去回答我一些事情 所以也让我感觉很累 但是怎么说呢 既然是咱们都很珍惜这份 从校园开始的感情吧 我希望那以后我也会改正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我就提醒你一句小伙子 要爱就好好爱 买卖那事你自己颠队颠队 是不是有那么忙 祝你们幸福 来 接下来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 各位请见证 我相信你一定会改变自己的 是 会的 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嘛 我还会做回之前的自己 最近这一段 可能是迷失了自我 总是自己跟自己 钻牛角尖吧 还是会回到之前的样子吧 行 那我相信你 谢谢老师们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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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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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